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众口的四集片《失眠》 是香港影帝黄秋生的新作 但与他之前众口三集片《叉烧包》相比 失眠却是稍有逊色 强哥是一个医学院的大学教授 主攻人类睡眠问题的神经学 在强哥的认知中 人类睡眠纯属于浪费时间 若是人类不睡觉 利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干掉什么不好 于是就专门研究人类能长时间不睡觉的方法 但伴随着失眠问题也困扰着他 有时还会看到一个女鬼 强哥的实验很是成功 如果脑部缺少神经细胞的话 就很容易引发失眠症 强哥还向学校申请研究基金 结果这么反人性的研究 肯定是遭到了校方的拒绝 就在经费紧张的时候 强哥的前女友活姐找他帮忙 原来活姐一家人都患上了失眠症 活姐的哥哥小扎更是严重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来了解一下 小扎是马来西亚的富豪 但却有严重的失眠症 一开始家人以为小扎是被人下了降头 于是请了位法师来做法 结果却被发疯的小扎咬断了鼻子 而现在已到中年的小扎 被关在马来西亚的某家医院里 强哥和活姐刚到医院 小扎便发了疯的冲了出来 跑出医院后遇到车祸 终于可以睡觉了 强哥觉得太诡异了 于是趁夜偷偷留紧了停时间 然后将小扎给开炉了 并将小扎的大脑带走打算好好研究研究 而活姐得知强哥的实验经费被停后 毫不犹豫地出钱资助强哥 他希望强哥能尽快找到治疗失眠症的办法 然而强哥其实是研究人类不用睡觉的办法 之后强哥研究了小扎的脑切片 发现小扎的大脑里面有很多坏掉的曾经细胞 这也就证实了他之前的实验是对的 然而就在强哥离开实验室时 再次看到了那个女鬼 隔天强哥便去找了一位神婆 把自己去世的父亲请了出来 寻味父亲此前经历了什么 画面转到了1941年 日军攻占香港到处烧杀掳掠 那时强哥才四五岁 强哥的父亲出生在日本 不仅会说日语还喜欢日本书籍 日军关键词便拉拢强强哥父亲为其卖命 为了儿子和老母亲的强哥父亲同意了 而强哥父亲的汉奸上司小剑 是一个所谓的慈善负责人 主要就是搜刮老百姓的钱 来养鬼子们的食和玩弄 这天日军关将强哥父亲调到慰安所做事 里面关押的全是鲁来的姑娘 而强哥父亲本就不是自愿当汉奸的 一是几个小姑娘求助强哥父亲 强哥父亲便放了他们 可惜几个姑娘还是死在了鬼子的枪下 被日军关教训的小剑去找大胡子看病 结果大胡子拒绝了 随后便是一顿揍 而大胡子的女儿小家和小曼 不仁父亲挨打 便从楼上跑了下来 结果姐妹俩便被小剑给抓走了 而大胡子也被刺死 大胡子原本会毛山树 而大女儿小家不仅有阴阳眼 还继承了父亲的真传 但内心却羡慕妹妹小曼 姐妹俩以及几个女孩被带到了日军大本营 而日军关还将小曼送给了强哥父亲 小家却被关进了卫安所 当夜怀恨在心的小剑就将小家给抢爆了 事后小家就给小剑下了将头 另一边强哥父亲将小曼带回了家养着 并答应会帮忙照顾她的姐姐小家 然而现在的小家心里只有仇恨 于是在临死前给强哥父亲也下了将头 没过多久 强哥父亲开始失眠出现幻觉 而小曼也知道姐姐已经死了 怀疑是小家给强哥父亲下了将头 于是去乱葬岗找到小家的尸体 将他入土下葬了 当年年幼的强哥也在场 随后强哥父亲便和小曼成了亲 但强哥父亲幻觉更加严重 失眠的强哥父亲还差点将强哥给掐死 小曼救下强哥后便被强哥父亲给杀了 随后强哥父亲拿着菜刀去了日军大本营 将日军关给杀了 而强哥父亲也死在了鬼子腔下 镜头回到现在已经失眠几天的火姐找到强哥 自愿做强哥实验的白老鼠 强哥先对火姐使用了正常的气态蛋白质 当夜火姐就睡了一个好觉 隔天强哥便将气态给偷偷换成了 另一种具有亢奋作用的气态 之后火姐便开始失眠 无论多困就是睡不着 这天火姐告诉强哥自己曾调查过自己的爷爷 而他的爷爷便是同样被下降头的汉奸小静 这个降头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而强哥也有失眠症的 就是因为当年奶奶带他去了乱葬岗 强哥便开始出现了幻觉 也因为此时强哥还将奶奶给闷死了 几天后 当强哥再次来看火姐时 火姐已经开始变异自残了 而此时的强哥却露出了笑容 然后便将火姐给吃了 最后强哥被警方逮捕 而这个实验室大楼便是当年埋葬小家的地方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